律政司有没有贪污行为?不知道,大家不说了 叫了两个律师和师爷去投案就完了 好了,廉政公署去对付200元给利是那间公司 那380火锅那些高官呢? 你警察去对付用盐去撒锅牛的药蓄案 这样杀38只猫那个呢? 于是大家就越来越对公共权力失去信心 如果你知道反制裁法是要叫停,外资撤走 你突然间回复理性吗? 那你就根本上不应该在香港这样做 你以为这样停了这个反制裁法外资不会撤走吗? 我觉得根本是低能的 最后来讲讲这个新加坡旅游气泡爆破事件 我们一路批评香港这种军管式的抗疫 是大陆控制了香港的抗疫政策的结果 你现在新加坡 为什么不和邱藤华再谈旅游气泡呢? 因为新加坡就是走一个文明社会的抗疫政策 就是知道打完这个莫德纳、輝瑞、阿斯利康、Johnson & Johnson之后 病毒数量会大减 即使Delta传播的数目是会厉害的 不过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感冒的东西 于是它就准备再进一步开放 给国际社会的 香港刚刚欧洲商会写封公开信给林郑月娥 又再回到21日隔离 如果大家试过的话 你就知道21日隔离是人会崩溃的 其实根本是 那就是叫国际社会的人不要来香港 我想问这种抗疫政策 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要清零? 我想问袁国勇、许雪昌这班人 大哥是不是傻的? 在Delta变种下面要清零? 那你以后就自绝于欧洲商会 写给林郑那封信是什么? 你就会变成一个自制的困境 香港成为抗疫的孤独 现在是跟大陆揽炒 全世界的方向就是跟病毒共存 当它是流感病毒这样处理 每年打这个加热 现在连香港讨论打加热都不敢 因为这样就凸显国药科兴无能 但是整个东南亚 现在已经知道崩溃了 为什么印尼是第一个打科兴的? 但是现在疫情是严重的 我就发觉全部都不行 现在就问美国拿Johnson & Johnson 拿飞水 香港你想想 你看看这个旅游气泡的新闻 很多人以为小事我都不去新加坡 其实是新加坡读爆了香港这种抗疫情况的荒谬 是一种军管式戒严式的抗疫 你说我没有政治考虑 后面根本就不是一个公共卫生公共健康问题的考虑 而是乘机冻结香港的公民权力 也都不斩断香港和国际社会的联系 为什么大陆死都不肯和香港通关? 香港共本其实两个地方的疫情 相对来说 我想甚至比江苏省、南京好 为什么不肯通? 因为它要将大陆隔绝于国际社会 在2022年秋天之前 你看到全面镇压大陆的民企 刚刚腾讯公布捐500亿去扶贫 这个和共产党拿着刀来打劫有什么分别? 第三次分配叫做 第一次分配是市场分配 第二次分配就是国家分配 现在第三次分配就是你个人将你赚到的钱 拿出去给其他人共产 原来是称之为 这个我支持 第三次分配 这个我支持 终于可以 明符其实你共产主义 这个时候高举习思想 我会有点懷疑 这个是否大陆操控的抗疫措施 甚至我反过来说 我想我描述的方法和你有点不同 我是说林郑一种表忠式 自我感觉良好的抗疫交功课的方式去做 如果政治官僚来说 无论是港澳办、中联办下到的命令 他们对这些技术问题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句 你跟我搞定它 黑社会大佬 你总之跟我搞定它 然后就是要配合整个国安法 或者是一个镇压公民社会的态度 借抗这个东西 由599G或者限聚令 所有东西 去冻结公民社会的权利 而也是突然做一种有违、有效率的方法去做 而从来没有将香港最基本的 香港人的生命或者健康安全 作为首要的考虑 这件事可以说是将将名称 在过去一年、两年里面 但到了今时今日这个地步的时候 其实我还未查到最新的接种数字 因为接种疫苗来说 的而且确在这段时间 我记得趋势有上升的 第一可能是因为政府很多半强迫性的措施 例如中小学或者其他官营机构 你不打疫苗 你自己去做这个 每个星期都要做检测 逼得你一定要去打 第二就是也好像我这类人 有留意到内地的新闻 看到Delta病毒来势洶洶 你大陆这样爆发 香港迟早都会出事的时候 结果都是冒险去打伏必泰 因为其实很多问题都存在 伏必泰的数据里面 我看到新闻刚刚有报道 就是说两个月之后 打完伏必泰两个月内死亡的个案 医生是不出这个 或者不去询问你这个 连怀疑去通报这个 可能是相关的个案医生都不给 你连你怀疑做检测 你都不去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 你如果真的这么幸运 你中了打针几百万份之一的 几千份之一的风险 你都中了的时候 他又不太理想 他那个一次太理想都没有 你不要说死人 你讲面坦你都很糟糕 虽然我面坦我不是吵了 我面坦可以继续跟你做节目 看完之后大家不介意的 但是很糟糕了 但是现在我身边的人 包括我在内都决定要放一搏 第一趁怕Delta 第二趁德国原厂制造个復必泰 虽然现在政府的信心崩溃 我也要看一看净 就算看一看净的盒子 印着德文也好 你都未必信得过 你这些护士无故突然拍你声 不然可以拍两针在你身上 你知不知道有这一宗新闻 是个伯父去打针 无故突然会拍 那这样拍了一连续 拍两针给你 是不是用不着科兴 借一些耳朵多针给你享受呢 太多这些不信任的情况 所以现在打疫苗 其实你都看不到 你究竟香港政府 真的有一个尊重波学的精神 有一个怎样的 搞了这么久 是那个卫生政策 那个防疫政策 那个定调是怎样 怎样令到社会经济复甦 而后面没有这个计划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想社会经济复甦 或者他再没有这个藉口 不是不想 他没有这个藉口 人家西方社会 包括新加坡是什么 尽量想当地的社会经济回复正常 是不是 已经不可能这样用军管式去管治社会 一年两年这样下去 不要说经济崩溃 人家都精神崩溃 好了 你看到Boris Johnson 为什么他有领导就是这样 欧角杯照去 是不是 坐进球场看 有什么大件事 我什么 他只要看过数据 发觉Delta变种 就是英国病毒 其实以前叫做 然后发觉传播率高 但是死亡率没有那么高 没有以前的那么高 没有原本初初的时候那么厉害 看一看公共医疗系统 顶不顶得住 ICU会不会塌 或者像印度变种那样 即是连印度的公共医疗也崩溃 是不是 周边的人的尸体摆在那里 那顶得住 那你就当它一种流感 那现在大家重点看 Boris Johnson 应不应该打了 因为第一针第二针打完之后 那半年之后 那个抗体数目开始下跌了 那以色列就已经 因为都接种了高的 以色列是 已经就说会打Boris 美国也都应该批准了打Boris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人家就在讲第三针 香港还在讲清零 还是所讲 由7天变回14天 打了针 在加拿大回香港 打了针 打了辉瑞、莫德纳 还有上机之前做了检测 下机即时在机场再做检测 都要14天 那你说这种病毒会隐性传播 我想说 如果你以清零为目标 你的代价就是香港永远 不会恢复一个正常的社会经济状态 那个代价就是这样 每一个公共政策 这叫Public Admin的ABC 每一个公共决策 都有代价有成本的 不会是零成本的 第二就是 你定的目标是什么最重要 如果你的目标 是要 连社区感染没有 外来输入个案都没有 这样才会放宽 一有的话又再恢复 那你永远 永远香港都是一种军管式的界限状态 当全世界都复苏 等于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一样 全世界香港是最迟复苏的 由1997年12月开始 直到2003年 即是说香港现在这种军管状态 当世界回复正常 加拿大现在这边 其实你说Case多不多呢 一样多的 但是市面经济和社会活动 已经回复正常了 美国可以过来了 现在9月第一个礼拜 外国游客可以来加拿大 是不是要take risk呢 是有的 真的 然后杜鲁多宣布9月大选 正正就是他要通过大选 去告诉加拿大人 加拿大回复正常 没有所谓抗疫成功 什么遭遇战 你听起来都觉得反智 是不是 好像用消灭敌人那样 全签这个武汉肺炎 我想问 什么阻击战 这些东西 说出来都笑死人 你自己自吹自擂 在这里自开就算了 你要香港人读这些东西 然后整班公共卫生专家 微生物学家 附和这种军管式的戒严 的抗疫 由当初 佐敦 如林大敌 在风区检测 到现在 仍然没有反省过自己疫苗政策失败 是不是 你根本就要打booster 为什么 因为最早打是打科兴 最早打到两针科兴的人 根本就已经不够抗体了 不敢说 你问 现在记者会没有一个记者敢问 香港是不是现在要立即去讨论 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打第三针 因为最先打了科兴的那些 抗体数目不够了 除了养我做了一个讨论 我想问卫生署有没有做过检测 究竟第一针 第二针是科兴的人 究竟现在还有多少抗体在那里 如果不是的话 我想问你怎么清零 你的漏洞不是只是一个边境 你的漏洞是因为你政治挂岁 把大陆的疫苗给最高危的人先打 那你就一直拖 这个人祸 跟大约俊一样 不是天灾 这个绝对是人祸 是因为你放弃了 一个专业用常识去做的抗疫决策 而是用大陆那一套 一套为了政治维稳 为了连任之前零风险 一种极端军事管制的方式去做抗疫 你本身是一个国际城市 欧洲商会这样讲完之后 就是说你慢慢 你不单止国际金融中心没有 你再试一下一年两年是这样 你连商贸中心 航运中心已经没有了 是吗 继续在歌颂反统法 反制裁法 如何以战止战 你整班人继续在密地建屋 在做这些民粹施政 香港政府由2010年曾蔭权后期 到现在 你不要说国安法这些混蛋 就算在内政里面 十几年都是在做一样东西 叫做密地建屋 你想想政府有没有衰竭到这样 是其他什么都不做 然后用一种大陆战时共产主义的思维 向落后的方式学习 然后鼓吹成为香港抗疫的指导思想 现在就和中国大陆的抗疫一起揽炒 新加坡不是因为怕你香港传入 新加坡的说法是什么 我们是要逐步走向开放的 所以我不跟你搞旅游戏拋论 你的做法和我们的做法根本不同 这个很难明白的 就是说香港会成为一个抗疫孤独 和大陆一起 是人家亚洲国家 新加坡都要向西方靠拢了那种 与疫症共存 但是你想想中国大陆复旦大学的姓张 那个说完与疫症共存 然后立刻被人批斗 翻查他不知道二十多年前 什么抄袭论文这些东西 现在声音都不见了 人都不知去哪里了 新加坡我有看过李光耀有条片 不是李光耀 sorry 李显龙 你说新加坡威权政府 但是他始终是一个民选的政府 所以他面对民意的时候 就是新加坡威权都要自己走出来 他坐下一个很casual的环境 慢慢在这里解释 就是说一遍中病毒是怎么样 大家打针的情况是怎么样 他都要做 你说他做秀 你说他照高毒也好 但是他都有一个公共政策解说的示范 或者对民众负责的态度出来 你刚才说到衰竭的地方就是 你这些人有个嘴唸 你这些嘴唸就是拍台拍灯 在这里骂你这些人 我为你好的 你不打 是吧 就是说到好像自己很伟大的 这个论述就是怎么样 就是有一天Carmen捉到你的小娘 在温哥华的Robson Street那里 和那些金毛的小女孩在这里有所接触 然后轻私问罪 你干什么 你是不是去Robson那里 加上那些鬼妹 然后你终于恶成恶贏恶相 跟Carmen说我为你好而已 什么意思为你好 我娶你回来做老婆 我这么爱你 我当然不会用皮鞭 戴着颈裤 戴着狗带 戴着狗带 拿其他一些敌立 SM的东西对着你做的 我当然外面找外面的年轻女孩做的 我这么爱你又为你好 你现在说我出来叫鸡 恶型恶相 你还想怎么样 是这样 现在他们论述是这样的 我一早我们 没有了 现在是金融区 Robson Street 我就是说这个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早指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疫苗政策失败 所以你没有这个所谓的 与病毒共存的条件 原因是因为你的疫苗政策失败 为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 林郑月娥领导的政府 政府犯下最严重的政治错误 令到香港人对他的仇恨 是无法消灭的 这个 还有很多人给他零分 在民调里 哦 不理 不讨论 当不存在 继续由一个这样的 没有民意授权 甚至是 已经政治道德崩溃的政府去领导抗疫 你信不信呢 第二 你先打科兴 我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老人家接种的群组是这么低呢 越需要打的越不打 因为你一开始逼人打国药科兴 如果你一开始先打辉瑞 问题就很不同 但是你政治挂岁 记不记得当时还在 好像你这样说柏台柏腾 在质问 香港人什么污名化 将这个中国大陆的疫苗污名化 你现在印尼呢 辽国呢 柬埔寨发生什么事 大家看不看到 打完国药科兴之后怎么样 香港为什么你不政府告诉我们 打了两针科兴的人有多少抗体 好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就没办法采立一种与病毒共存 这个等于张文宏在大陆复旦大学 被人清算一样 他那种与病毒并存的说法 为什么中共绝对要消灭他的言论呢 是因为这个是直接 把中国疫苗政策失败 是公诸于神 现在美国 为什么重返亚洲 不是在台湾增兵 而是带着Johnson & Johnson 和辉瑞来亚洲 这个Camera Harris 是因为大家已经终于买了东西 贪便宜 是吧 淘宝买电器的结果 其实 成龙一早说了 中国的电饭煲是会爆炸的 是吧 不听 是吧 我都说成龙是中国大陆最老实的代言人 不听 好了 现在打完之后后悔了 好了 就问美国拿疫苗 好了 美国现在终于够数给你们了 你现在就唯独是香港 中国不可以讨论 不可以承认国产疫苗是失败 不可以承认政府 因为没有权威 在呼吁香港人打疫苗的时候 这是西方公共卫生的常识 其中一个标准 根据英国医疗杂志提出来 就是政府的认受性高不高 而令到人民和政府之间 又没有同心同德一起抗疫 就是说这里是加拿大 政府要你戴口罩 其实加拿大 不是只是华人戴口罩多的 是各个种族 包括印度人 Anglo Sachsen等等 全部都是戴口罩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不会质疑政府的戴口罩政策 好了 到打针 为什么BC省打到七成多八成呢 是因为也都不会怀疑 就算有人出现面坦 血塞都好 大家也都觉得 这个是所谓应该承受的风险 是吧 去到这里我去到打针 是除了开放给其他人打之外 最重要是什么呢 它整个过程不会令到你觉得很恐慌 你好像走进去 银行提款这样的 真的 整个感觉 不会如临大敌 个个穿了PPE 是没有的 那些是义工 穿着T恤短褲 拖着拖着 戴着口罩坐在那儿 其实是 是吧 然后扑两针之后坐15分钟走人 就是这么简单的 在这里打针 就是 是吧 不会像林郑那样 挂着个死人证件 在个左墩那里走来走去 做什么 我想问 当时封区检测的时候 这些就是大陆的 遭遇战 阻击战 就是那种作风 军事共产主义的作风 什么都当打仗那样打 好了 接着就造成一个战争的后遗症 就是你会坏掉其他的东西 不理了 现在 一本走进去的路段 就回不了了 新加坡是第一个 读爆你香港政府 大英帝国留下 在亚洲两个殖民地 都是英式管治 一个新加坡 一个香港 新加坡走的那一套 就是英式管治 是用常识理性 不管他独不独裁也好 李光耀都是一个有常识理性的人 是不是这套军管式清零 是不行的 是一个国际商业城市里面 他就走回Boris Johnson那一套 香港就走习近平那一套 那别人怎么会跟你谈 旅游戏拋 根本谈不上 邱藤华就拆到什么 还在这里死了 死了 根本不知道别人根本不想跟你谈 你这套军管式清零的抗疫 其实他不想惹到他那一套 所以欧洲商会这封信 就是一个警告 就是说你香港会成为 在国际里面的孤岛 其实 不是别人封你 21日 现在还是 又再回到21日 旁边 但你做生意的人 你真是怎么办 还有Delta 可以空气传播 在隔离酒店里面 你叫他在酒店里面21日 是不是可以达到 你林郑所说的清零 整件事没有公众公共联系 一你叫姜濤叫人打疫苗 是吧 其他的公共联系是零 除了去骂香港人之外 好像你这么说 黑口黑面每一次出来抗疫 都骂香港人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政治领袖 是这么坏的 其实是 自己的失败就是骂人 从来没有反省检讨过 所以我说香港痛苦是什么 你不只是李宇軒案 黎智英案 戴耀廷案 这些人性的光辉与黑暗 同时你每一天看着抗疫政策 那种的非理性 反治 那种的情况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香港来的 你以为没有了教协 连香港特区政府 其实都已经消失了 因为那种决策的理性 那种常识主导的理性 好像新加坡政府 是已经消失了在香港 是变成中共那种干部式 雷利风行 理解执行 不理解也执行 这种搞运动式的管治 其实已经是 所以就是抗疫的情况 我想香港人 现在你问我 我觉得刚才原用我们 对于反制裁法的态度 呼吁林郑 现在你国际的商会 又想干涉香港的内政 我说你外国 都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利用这个Delta 定毒作为这个生化武器 再一次令到香港 甚至中国的疫情 转趋严重的话 你说不想隔离21天 立刻加料 隔离30天才对 是不是 你没有反制裁法 你就看到了 说三道四 这些外国的商会 你怕的吗 你怕没有生意做的吗 你不怕的话 应该一锤打下去 这些外国商会在这里 我现在就要执行 我不需要跟你解释 我背后 为什么有21天 为什么不是14天 为什么不是7天 你再说了 30天了 60天 怕你呢 我觉得一半年 如果来香港隔离半年 这个最稳定的 就是反制到这样的 它其实已经退到7天了 你知不知道 一声一下 又再上回去 是不是 接着如果是 所谓来自高危地区 就去到21天 又回来 就是如果你用这种遭遇战 阻击战 殲滅战的方式 那一定是 你当个细菌 是要全殲 我都说了 很简单的常识 就算了 你说这个黑社会 刚才我们说过 教协问题 香港警察都没有一个 全殲黑社会的政策 是不是 所以你想想 那个荒诞的程度 你想想再过多 几个月 继续下去的话 当亚洲越来越多国家 是以这个疫症共存政策 走这个Boris Johnson的路线 香港就是孤独 是啊 其他国民可以去日本旅行 其他韩国旅行 其他韩国旅行 人家就封你的了 其实是 你看新加坡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 不可以怪人 自己拿来 你讲到勾远我的势力有一个例子 是 有一个例子 立法会的建制派都追问 这个陈兆子 因为这个网友提醒我 Niko Hittman 来香港应该是拍戏 是不用所有的隔离措施 立刻落地香港 立刻就可以自由活动 然后陈兆子就说 我们看过 我们审批每个个案都审讯 通常政府就说 我不评论个别个案 但陈兆子今天 对着立法会 建制派在这扮追问的时候 然后就说 我们已经看清楚 Niko Hittman 来到香港 做所有的事情 都是和她的工作有关 所以我们才批准特权给她 这个仍然是一个勾结 外国势力的例子 你清查一下 现在清查香港艺人的言论 甚至清查内地艺人的言论 就是追查三代的时候 你有没有查一查之前 Niko Hittman的言论 有没有反华的言论 是否应该要追查一下 是否应该要追查一下 有没有踏上那些支持达賴喇玛的 那些荷里活的明星 对 你从这件事看到 你整个政府 背后哪有一个逻辑存在 在抗疫上 或者在所有其他问题上 他就用这些个别例子 不是啊 现在我们也是有这个豁免我们 为了香港和世界的联系 都在这 但是每一次 你进入建制派 我觉得失职 其实今时今日才撤查 才追问 也不够凶狠 是 就是 穆家贝那些 应该问一问这个问题 问我们要问的问题 是 那么容易放生 陈兆思逼他这样说两句 立法会就帮他走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本来Niko Hittman来拍戏 就不是新闻 对吧 就算让他免检入境 问题是因为你另一方面 你做到这么严苛嘛 是做到这么致嘛 就是要军管式这样管制嘛 21日嘛 隔离